上节目分享战利品 热爱时尚的罗佩颖 在2020年过世 至今已经一年多 留下超多精品包和珠宝 很爱他的大哥 要帮他办工艺拍卖会 眼前的这些名牌包 和各式各样的手表珠宝 全是罗佩颖生前的收藏 大哥罗青花八个月 整理妹妹的遗物 拿出来拍卖有两百件 其中的老照片 更是让他超怀念 穿脸身碎花洋装 绑着辫子 他就是六岁的罗佩颖 当兵的大哥罗青 双手环抱他 还有三兄妹 站在基隆老家合影 看得出来家人 对罗佩颖超宠爱 霸气犀利的罗佩颖 节目上说话直来直往 拍拍性格 有东区罗姐称号 深受不少观众喜爱 如今一物将拍卖 不少粉丝都抢先来看 这次大哥替罗佩颖办的工艺拍卖会 所得将全数捐出 让罗佩颖一爱人间 下一身潘天化 廖言宝张启云 台北财富摩倒 喝素质量 下味道 唯一 小满